他學了他爸爸重要概念 生命當中他規劃了說 我今年31歲我要生小孩 我就是要生小孩 更不用說你們兩個大他那麼多 生兒子的話就一百萬同胞 生女兒就兩百萬 對 寶怡我只關心他 要不要趕快生小孩而已 其他我都不關心 他少女的時候就跟我一起做節目 我就告訴他人生要規劃 你大的重點 女藝人最大的悲傷就是說 糟糕了 我要動軟了 我要幹嘛 小瑜應該要動軟了吧 太慘了吧 你真是左右開公司 見證了兩個瘦女的彷彷 那個心裡面的痛 男藝人我們只要放進去一下下 就好 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女藝人不一樣 他要懷啊 他要什麼 很悲傷很辛苦 所以你看Sandy 好嘞我旁邊 爸爸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開始 你不准生小孩了 他告訴我這樣 我就知道喔 他有可能 但我以為 當時我以為他是在說老二 他說Vivian 因為女兒已經生了 然後妹妹已經懷孕了 你不能再生小孩 才知道是他的 他學了他爸爸重要概念 生命當中 他規劃了說 我今年三十一二歲 我要生小孩 我就是要生小孩 更不用說你們兩個大他那麼多 沒有 我跟他同年 憲哥 不管 同年 妳同年了 保育姐 我真的很佩服妳 憲哥 妳要不要拉 為什麼 妳趕快著床 是天氣健的 對啊 再不來就不行了 不行了 不要耽誤了 保育姐 妳再不床 他真的要幫忙了 他要幫忙了 他帶妳去小房間 保育 異能 異能見妳看了那麼多 看著憲哥的眼睛 真心愛妳的人就在這 然後呢 所以妳真的要幫忙 憲哥要幫忙喔 沒有 那個Sandy的那個 愛保育事件也知道了嗎 他的不知道 他二女兒的是生女兒 對 孫女兒 對 生兒子的話就一百萬同胞 生女兒就兩百萬 對 關我屁事 關我屁事 我打得去拿 我打得去拿 可以到核心去生 因為核心他產婦在生的時候 他旁邊會放卡拉奔天蕾 給老公 他在唱是不是 對 給 他們今天已經 給老公 多錄了一集了 沒有 憲哥已經多錄一集了 是給老公唱歌給他老婆聽 卡拉奔天蕾 蘇鴨 愛朋友 請 愛朋友 謝謝